十月一號 中共國慶 香港政府舉行升旗儀式 特首林鄭月娥表示 在港版國安法實施 和選舉制度改革後 香港踏上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 而為了確保活動順利進行 港警動員超過八千名的警力 加強巡邏會場的周邊 香港社民聯就發起遊行 要求實施普選 以及釋放政治犯 為了要聲援香港 在臺港人也舉行全球十一抗中晚會 十月一號 中國國慶日 上午八點 香港政府 在灣仔金子晶廣場舉行申請儀式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前特首曾應全 以及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等人都出席 林鄭月娥也主持國慶酒會 在致辭時 她表示 今年對香港別具異議 在港版國安法制度下 真正踏上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 今年的國慶對香港來講 別具異議 作為國家根據憲法成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香港在香港國安法 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雙重保障下 真正踏上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 為了確保活動順利進行 香港警方高度戒備 動員超過八千名警力 加強巡邏會場周邊 香港社民聯發起請願遊行 四個人高舉海報 要求實行普選 以及釋放所有政治犯 遭到警方包圍 搜查隨身物品 他們計畫從地鐵站前往會場 但在接近會場前 被警方阻止 今年是中共建黨百年 也是中共建政七十二中年 但香港情勢日漸緊張 為了聲援香港 在臺港人將舉行全球十一抗中晚會 因為港版國安法施行 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被迫流亡英國 繼續在海外支持香港民主運動 他也曾是二零一四年香港雨傘運動 以及二零一九年反送中運動的青年領袖之一 獲得二零二一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 是否能夠獲獎 將在十月八號揭曉 記者郭彩燕莊之城台北報導